上一堂我们就说到港股新股认购有跌穿招股价的风险 但有大约的机率都是赚钱的 同时中签率也很高 一年可以中几十次 今天就和大家讲下哪些新股会比较受到资金的追捧 可以将新股市场看成一块蛋糕 港交所就是切蛋糕的一个 如何切蛋糕 就是看港交所愿意将多少利益留给上市公司的同时 又愿意将多少分给市场 如果分得给市场太多的话 上市公司就不答应 就不愿意来到香港上市了 但如果比市场的蛋糕又太少的话 大家参与新股的热度就不算很高 新股甚至有可能会没办法上市 我们就先来看看港交所是如何权衡利益 右边这个人就是李小嘉 港交所的上一任行政总裁 名副其实的打工皇帝 在港交所任职了十几年 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 也促成了今天香港新股市场火热的局面 在李小嘉的努力之下 A股和港股2014年的11月实现了互联互通 促成了2015年的港股大牛市 而允许着同股不同权的公司来到香港上市 也是一项的创举 随后小米、美团、快手等等 纷纷都是以同股不同权的架构来到香港上市 顺便又解释一下什么是同股不同权 举个例子 雷军在创立小米的时候 资金比较紧张 想在股权孖展的同时 又不想投资者占股过多 而影响到公司的经营 所以就想了一个方法 普通投资者持有一股 只是代表到一票的表决权 而雷军、林彬等等的核心创办人 持有的一股代表的是十票的表决权 只是表决权不对等 其他的权利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即使外来资本合计的持股超过五成 在重大事项的投票表决之上 亦比不过雷军的两成六持股 在2018年4月之前 港交所不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上市 亦因此看着阿里巴巴远辅到美国上市 Facebook和Google等等的大型科技公司 亦采用着商级的股权结构 李兆佳自认为既然美国市场 允许港股为什么不可以学 所以2018年亦通过了另外两项比较大的改革 亦对这几年的新股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就是有条件地允许一些产品还未上市 或者未有营业收入的生物制药 又或者医疗器材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第二就是允许一些在美国上市 市值超过400亿港元的中概股 在香港快速上市 之前提到港交所的一系列改革 令港股市场充分借鉴了美国市场先进的经验 令港股更加国际化 其实香港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 在港交所挂牌的公司 有内地、有香港起家 还有在英国、美国、德国、瑞士 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公司 只要符合港交所的上市规则就可以了 香港的新股定价完全是市场化的 不像A股那样 存在着限定发行市盈率的要求 只要公司发得出去 50倍市盈率还是100倍的PE 港交所也不理 因为港股也允许收入和现金流达到一定规模 但仍处于亏损状态的公司上市 A股在推出科创版之前 是不允许亏损的公司IPO 所以那些高速发展 但仍处于亏损状态的新经济公司 都是被A股拒之门外 第二个市场化 就是香港监管层 基本上不对市场指手画脚 相对其他市场大事不好 或暂停IPO 而产业资本透过二级市场 收购上市公司股份 还会被指责是野蛮人 这里引用李小家的一次报告中提到 港家所要做的不是感上天花 而是雪中送坛 经过前面的铺垫后 便很容易理解 为何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接触到的公司 都会来到香港上市 而且都集中在这两三年 主要都是这几个原因 公司亏损达不到A股的上市条件 同股不同权 内地政刑法又不允许上市 而公司又快速发展的话 A股发行市盈率太低 亦不愿意折让发行 正正是说这些知名的新经济公司 为港股新股认构的投资者 达到了丰厚的收益 接着就来展示一下最近三年 大股投资者最丰厚利润的是哪些新股 这里展示了2018年以来 新股中签后一手利润最高的10间上市公司 并不是升幅最高的10间公司 排行榜当中只有三间公司 在上一页的logo当中 分别是时代天使、斯摩尔和快手 今年6月上市的时代天使 就是内地牙齿矫正的龙头公司 中一手持货到收市那一刻 赚到45000多元 而斯摩尔就是全球最大的电子烟雾化气供应商 快手我们不多介绍了 另外还有四间公司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 生物科技公司来的 看完个股我们再来看看板块 其中有两个板块 都是在港交所的时候我们有提过的 分割就是生物科技板块 和中概股回流上市 还有两大业门板块 第一就是物业管理 亦被A股拒之门外的一类 内地监管机构不允许地产公司透过股市融资 亦解释了为何恒大没法回到A股 曼达地产在香港退市后 想在A股上市的计划也各自了 物管板块有多热门呢? 可以说国内排名头30的物业公司 恐怕只有曼科和曼达到现在还未上市 其他都几乎上市或已经递了表 最后一个热门的就是消费板块 或是和A股消费板块大升形成的联动效应 这两年在港股上市的狗毛狗、施摩尔、农库山泉、 泡泡马特等等上市的表现亦非常好 其他行业例如SARS 相关新股表现亦相当不错 但新股的数量相对比较少 生物科技这个板块 一半年以来有三十多间公司上市 摩展额有超过一千亿 而允许着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 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 是因为港交所在2018年 新生了第18A章上市规则 对这类公司有研发进度的要求 如果核生产品属于新生物制药的产品 申请人必须证明到 产品已经透过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 并且有关的主管当局 是不反对开展第二阶段 或之后阶段的临床试验 而医疗器材的话 需要至少通过一次的人体临床试验 主管当局或认可的机构 同意或没有反对申请人 开展进一步临床试验 新生物科技公司在产品上市前 是没有收入 为了支撑巨额的研发开支 只是透过股权融资 港交所正正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融资平台 可以说是将雪中送炭的精神 发挥到极致 港交所的市场化和改革精神 是吸引着新经济和生物科技公司 来香港上市的重要原因 但业本板块一直都在变 曾经是教育股、曾经是建筑股 都很受到市场欢迎 我们可以判断到的是 物业管理行业、未来上市的新股 或者就不会再有那么多资金追捧了 除非轮到万科或万达物业来香港上市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